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两个人格呢 在人类历史上还是有很多观点的 一种观点是非人说 认为连体人根本就不是人 雅里斯多德就认为连体人是怪物 还有人认为是妖怪 据说东汉宁帝时期 有连体人降生 被视为不祥之物 出生时就被猝死 后来有人把董卓之乱也归于连体人 当然是妖猎还是祥瑞 其实主要还是一种解释学的问题 后世也有连体人降生 有人认为不祥 当时也有官员摆出易经的教导 说两人同心 齐力断金 这分明连体人就是四海同心的祥瑞之招 当然无论是把它看成妖猎还是祥瑞 其实都是无稽之招 所以后来又有第二种观点 认为连体人其实是一个人 正像任何观点都有正说反说 则中说 非人说一人说 后来又出现观点是两人说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会采取两人说吧 但问题是两人说的区分标准 是以两个头算两人 还是可以分离算两人 还是四肢齐倍算两人 这其实又有不同观点 总之社会问题太复杂了 法律有的时候也并不能完全能跟得上 我说了这么多 估计也没有解答你的问题 因为我也在思考 这个手到底算是谁的手 总之我们无法用既定的标准 去要求所有的人 但是连体人当然有独立人格 他们应当获得尊重 还是在这一期视频中 有同学把案件总结成了文言文 小阿因持平确立 已诸路法上冲光 曰 母若不允 与吉无 无头金与平 聚遂于注意 我曰 诸子有再言多亡者 与此平同 哇 天哪 这个同学的古文水平确实了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古文的原因 很多人都觉得学古文没意思 但是如果你能够用古文熟练的阅读史记 阅读子通线 你就会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很多时候高级的快乐 都是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你还别说 说到花瓶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有个小朋友的手被花瓶卡住了 这个花瓶是一个明代的瓷瓶 很贵的 小朋友把手伸进去 被死死的卡住 哇哇大哭 小脸通红 妈妈急坏了 实在没办法 最后把这个花瓶给砸了 小朋友的手出来了 小朋友死死地拽着拳头 因为拳头里面有一颗糖 因为他拽着拳头 所以手无法从花瓶里拿出来 因为有糖嘛 如果当他松开手 就可以很轻松地从花瓶里凑出来 这个故事和我们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想玩游戏把文物砸了 追逐小快乐 放弃了大的价值 拒绝张开手的小朋友也一样 有的说为了小小的利益 却失去了更大的幸福 为了一颗糖 迎头小利 失去了传家宝 各位同学你会这样吗 执着于手头的小小快乐 却放弃了更大的幸福 下一个呢 评论是假装自己绝育案件的视频 有同学说 现实生活的案例啊 就像卡法律条文的bug一样 确实是 正是因为这些案例啊 所以才促使了法律的进步 法律中很多词语的变化 甚至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 背后都有沉甸甸的故事 像前一天我们讲的卖骨灰案 当时的法律规定的是 盗窃侮辱尸体罪 结果法律就出现了bug 因为很难把骨灰解释为尸体案 那怎么办 修改呗 2015年刑法修正案9就修改了 把盗窃侮辱尸体罪 改成了盗窃侮辱尸体尸骨骨灰罪 这个bug就被解决了 好 下一个视频呢 是假冒领导的视频中 有同学说 小时候班上有个姓张的同学 说自己的爸爸是杨立伟 月球球长 不听话的话 让他爸爸任勇时砸我们 球长 我只听过部落的球长 那冒充球长 估计不属于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张三冒充外国某部落的球长 这构成招摇撞骗罪吗 好像不构成 因为这不是我国的国家机关 好 还有一个视频呢 是社区改造的视频 有同学说 罗老师是法治殿堂的门童 却把我领进了隔壁哲学大楼 说实话呀 亏不敢当 我也只是哲学的门外汉 努力伸着头呢 往哲学殿堂看 在B站中 其实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浅薄 我总有一种无人子弟的后怕 只是不断地吆喝啊 希望大家去关注 更值得去关注的大奖 我只是一个打广告的 目的不是让大家记住广告 而是让大家去使用广告所推荐的产品 人类历史中 那些伟大的心灵与伟大的智慧 值得必广而高之 谢谢各位